好,我们这边先说明所谓的Fear的Function 如果说一个函数是属于Fear的场函数 就代表这个函数它本身是Function of位置 它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值 这个函数可能可以是一个纯量 比如是个温度 所以我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温度 但温度是个纯量 我们这个写的R指的就是几围的意思 所以像这个如果是一个纯量 像温度它就是从一个R3的区域 Map到R1的区域 R1指的就是一围 因为温度只有一围 它没有方向 可是它原来是三围的 因为它不同位置值不一样 那如果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力量 是个Force 那它就从R3到R3 它不同的位置可能会有不同的受力 但每一个受力它都有三个方向的分量 X方向 Y方向 力方向等等 这个就所谓的R3到R3 这就是一阶的账量 如果是二阶的账量 就更诡异 二阶的账量的意思就是 如果是个Fear的Function 它也是讲的 就像Sigma 硬力 也可以是Function of X1 X2 X3 所以这是一个二阶的Fear的Function 它也是一样 它每一个值都是Function of我的位置 但它对应出来会有九个值 这个就是二阶账量的 三阶账量的话 对应出来会有二十七个值 这我们所谓的 反正我们讲 所谓的Fear的Function 指的就是 这个函数 是位置的函数 那我们下面告诉各位几个 你们在公书上 所学过的一些偏微分的 特殊的符号 在账量里面的表示是 这边来讲 我们AB就是向量 F是一个存量 但都Fear的Function 第一个 你们学到了这个符号 共同学 Delta倒三角 它的定义写在旁边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向量 这是一个Operator 我们就叫做Delta Operator 它是一个偏微分的 一个运算值 一个Operator Delta Operator Partial Partial Xi Ei 它是一个向量 也就是 你们把它讲成 它是一个一阶账量 那第二个符号 你们过去也学过 我们叫做Grading F OK Grading F F 这个本身这边的F 是一个存量 但是它也是Fear的Function 它是存量 它没有方向性的 这个是临阶张量 这个临阶的张量 所以Grading F 就相等于 是一个一阶的 因为这个Delta 我们通常不写符号 可是它代表一个一阶张量 相等于 这个一阶张量 F 这个是临阶 所以这是一阶 这是临阶 所以出来的结果 还是一个一阶 那因此它就是等于 也就是等于 这个函数 F 分别对 X1 X2 X3 为分 对不对 因此Grading F 是一个 也是一个一阶张量 因为Delta是一阶的 F是零阶 Diatic的结果 还是一阶 还是一阶 写在这荧文右边 然后中间这边 有一个积分式 因为这是 这是你们工作选项 不知道咱们多讲 Grading F 真正的物理意义 就是这个积分式 这个积分式 你们看到 这个积分式 某些符号都知道 V代表整个的体积 那是当Delta V取距离的时候 每单位体积 它正物理带 但这个物理意义 我们这边给各位 弄个更简单的 这个Grading 真正有它的实际意义 我们先看 其中的一项 什么叫做 Partial F Partial X1 这个不就是等于 Delta X1分之一的 Delta F 相等于这个意思 因此 这个代表了什么 我沿着X1轴的 长度变化的时候 我F的变化 这个就是Grading Grading事实上 有一个落差的意思 所以Grading F 比如说它的第一项 F对X1的偏为分 也就代表的是 假定你的 沿着X1 有一个坐标 单位长度的变化的时候 我F这个函数 沿着这个X1轴 单位长度的一个变化量 然后再依照 它的这个偏为分 这个积分的形式 所以我们知道 Grading F 事实上代表了 针对物体的这个边界 因为它是S 是它的边界 针对这个物体的边界 沿着 比如说这是X1方向 在边界上 沿着这个X1方向 我的F的变化量 这个就是Grading F 重点是 这指它物理液 这个不是 因为我们将来推导的时候 就会碰到这一类的东西 可是重点是 你要知道 它的Index Rotation的代表形式 因为我们将要转换回来 Index Rotation的代表形式 这个左边 我们就把它叫做张量形式 Grading F 那下面还有好几个 另外一个是 Laplacin F Laplacin F 写法各位看 它的三角形变成正的了 我们会减成一个Laplacin F 或者呢 实际上的 它就是等于这个 它是一个Fight,Ii 也就是Fight的X1 你们仔细看 这个Laplacin 也等于这个 真正的这个是什么 你们可以补一下 我漏写了一小段 就是这一种 Laplacin F 等于这个Delta 互相的DOT 我们这边刚好用的是Fight 它是不是用Fight 对 一样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这个就等于那是DOT 所以 一阶代替了一阶变成二阶 但因为是DOT就要减二 所以这个最后变成零阶 变成FIT,RI 也就是FIT对X1的两次偏为分 加对X2的两次偏为分 加对X属丽的两次偏为分 你们将来 如果推导出的公式里面 你们将来推导出的公式里面 如果有这一项 它事实上代表的就是这一项 而我们要提醒各位的就是 直角坐标里面 这个代表这个 圆柱坐标里面 这个不代表这个形式 那等于什么形式 我们将会告诉各位 这一页写的都是直角坐标形式 这个就是分量写法 这个你就把它当作所谓的张量写法 还有几个你们工作上也都学过的 下一个是Divergence of F off一个向量 那就是Delta dot A 写法如这个我们不在这边多讲了 然后还有所谓的Curve 也就是Delta cross F 最后在下面还有一个是 Lapartion of一个项量 Lapartion of的项量 写法如这一个 这个各位不要记 可要知道这些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给各位解释 你在公式推导的时候 如果推导出的分量有这些项 对异的张量 在直角坐标推导出分量这种项 对异的张量 就是这个项 OK 就是这些项 它的分量像一左边 那在下面一个 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一个的 我们叫做 Grading of A 可是A本身呢 Grading of A 一个项量 因为 我们刚刚讲过 Grading就代表了是 Diatic Product 所以 Grading of F 我们刚刚讲过 它是一个存量 如果是A的话 大家看好 这个是很容易搞错的 而我们用 在弹性力学里面 这个符号 会用的次数很多 Grading of A 也就代表 这个Delta Diatic A 大家仔细看 写出来的是 这是Partial XI EI Diatic A J EJ 真正的写法 应该这个样子 然后 就我们讲的 这个摆在一起 所以是 所以是 Partial的A J Partial XI EI EJ 你们看出什么 蹊跷没有 我这个 Grading 我们就写成这个 Grading of A off一个向量A 它的IJ component 等于 AJ 对XI 的偏微分 也就比如说 Grading A 的1 2 不是A1 对X2 微分 是A2 对X1 的微分 这个各位 特别要牢牢记得 我们后面 马上就会碰到 这个东西 Grading of A 它很特别 其实它不是特别 它是容易混淆 很多人都会记得 Grading A 是A对X的微分 但是I跟J 要搞清楚 Grading A的 IJ components 等于 AJ 对XI 的微分 那这下面 也是给各位 做个参考 这是一个 二阶张量的 Diverging Diverging 就是相乘 OK 也就等于是 Delta 一阶张量 DOT 一个二阶张量 最后会变成 一个一阶的张量 结果 如这下面所示 这只给各位 参考 那我们讲 这些的目的 在哪里 是因为 等一下你们就会看 我们在 推导公式的时候 真正的困扰 就在这 我们常常会 出现 我们先跳到 下面 你们不要翻 这我就让你们知道 对 举例来说 等一下你们就会看 这是我后面的 你们自己对照页数 这个是将来 我们在第二张会 推出来的一个公式 ApiJ 等于二分之内 UI,J,UJ,I 这是在直角坐标 推导出来的 这是一个分量的公式 直角坐标 推导出来的 这是应变跟位移的 关系式 比较简化的 应变比较小的 应变位移的 关系式 那我们现在问题是 从这个关系 你们刚才已经记得 我特别强调的 所以 第一个 UI,J 它是等于什么 它是 我们先看 UJ,I 就是等于 GradingU的 IJ Components 那UI,J呢 是GradingU的 Transport的 Components 这就是我们刚才提醒 各位不要搞混的 后面的这一个 才等于GradingU 那GradingU的意思 我们现在也知道 就是等于 那这一项 第一项 是等于GradingU Transport 你们会说 这个加法 可以对调的 我就搞混 有什么关系 有个关系 如果我中间 不是加号 是乘号呢 是两个举阵相乘 那你谁乘 谁就会搞混呢 所以这个Grading 一定要弄清楚 那我们先来 问题就是 这个是 直角坐标里面 应变跟位移的 关系是 那我们 GradingU的张量 可以写成这个形式 我如果 我现在问你 我不要用直角坐标 我要用原柱坐标 怎么办 原柱坐标 我这个关系是 应该怎么写 我得到的信息 只有这个 这是我们在推导工程 很容易发 固定力量 很容易发生 偏微分 那我们现在告诉各位的 就是回到前面 下面给各位看的 参考资料 我再强调 这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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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份 我们分析 它的张量的形式 下面 第一个 给各位看到 是原柱坐标 原柱坐标里面的各种 什么grading grading curl 什么之类的 如这个所写 我已经抄给各位了 这应该没有错的 这是原柱坐标 下面的呢 给各位看到 是球面坐标 这些写法 所以我们学张量 很重要因素就在这了 如果我依照张量的rotation 推导出来 这个是直角坐标的分量形式 我依照这个讲义的前三页 看看这些是等于什么样子的张量形式 就我们得到结果 这个是等于这个 如果我要得到原柱坐标里面的 原柱坐标里面 它的应变跟位移的关系是 我只要去查前面 原柱坐标那一页 grading u等于什么 然后我们 我跳错了 然后这是原柱坐标 我们在原柱坐标里面 我们得到了 原柱坐标里面 如果grading一个项量 它是等于这个形式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形式 直接 带回到上面式子 我就会得到下面结果 所以这个就是在原柱坐标里面 应变跟位移的关系是 你只要把这两个再加起来就好 这个就是我要给你们介绍张量的主要目的 真正的主要 我在强调 张量介绍张量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 是张量的写法在推到公式 可以省很多事 因为它一个符号可以代表好几个 你不要一直重复的写同样的东西 第二个最重要的目标 就因为张量的规定 就是它要满足特殊的转换 然后我们就会有这个结果 我再强调 跟各位介绍张量的原因就是 我们这一门课 我们推导的公式 几乎都是直角坐标 所以推导出来都是类似这个样子的形式 然后借由这一小节最前面 我们可以把这些片为分的 转成我们张 你们再跟我学过类似这种张量的形式 然后再查这一张的前面的这些资讯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些相关的符号 在不同的坐标里面的形式 直接带进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同坐标的关系式 这个比你重新推导 简单的多 让各位熟悉一下 关系 我漏了写你们自己做 今天有第二个作业 很简单 写出球面坐标 应变跟位移的关系式 大家练习一下 写出今天第二个作业 我记得我有写 不知道怎么这一行不见了 反正第二个作业 写出球面坐标 应变跟位移的关系式 预计这个形式 你们练习一下 印象就会很深刻 我再重新一下 第二个作业 第一个作业证明 一个向量的一次偏为分 等于张量 等于二届张量 第二个作业 就是写出球面坐标 应变跟位移的关系式 这个式子 我们第二章会跟各位谈到 我们只把这些先搬到来 重点 只要让各位了解 这个就是 我们一开始 花了近三个礼拜的时间 各位介绍张量的主要目的 我再强调 张量本身 主要目的两个 第一个 因为它是一种简写的写法 所以它在推导公司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省事 不要把很多的符号 一直重复写 第二个 但是真正主要目的就是这边 你了解张量的观念 你用直角坐标里面 推导的公司 你很容易衍生到 其他的圆柱或球面坐标系统 OK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下个礼拜 就会跟各位开始介绍第二章 也就是应变 跟魏怡的关系 我们用的都是张量的符号 这种下标的写法 所以各位一定要把前面的第一章 彻底的要弄清楚